順便 嗨 大家好 我是雷哥 現在我們人呢 就在龍潭大池 那聽說今天的氣溫只有10度啊 那為什麼在這麼冷的天氣還要出來騎車呢 因為今天是這整個禮拜第一次地板是乾的 雖然還是有飄雨啦 但是至少地板是乾的 所以就趁著這個下班之後的晚上出來活動一下身子 但是因為天空還在飄雨 東北季風還在吹 所以今天也沒有辦法騎得太長太遠 所以今天呢就挑了兩個小山來騎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在龍潭揚眉的魯孤山 上次騎魯孤山的時候我大概騎車經驗只有一兩個月 所以那個時候爬得很痛苦 但是其實魯孤山他只用爬升200而已 所以今天應該是輕鬆鬆簡單解決 那既然已經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騎到龍潭 那就順便來解鎖一下另外一條路線 也是離龍潭非常近的佛陀世界 佛陀世界的話我剛剛查了一下海拔 大概要爬300到400左右 希望今天不要迷路 那時間也不早了 趕快動起來 趕快騎起來 讓身體熱起來啦 那我們馬上出發 第一個目標 魯孤山出發囉 GO 那從桃20線開始就進入到魯孤山的爬坡路段 已經沒有什麼記憶啦 反正爬升不到200 就騎起來單分暖身啦 好 那現在花了不到10分鐘的時間 現在我們到魯孤山山頂 就是這麼的快 就是這麼的愜意啊 腳不會累 反而喉嚨因為一直呼吸那個冷空氣 所以現在有點刺痛啊 那因為魯孤山真的很短 只要看到一個大大的電台電台 那就是照頂啦 就不要再繼續騎下去啦 沿途坡度都很緩 然後那個轉彎的幅度都很大 所以那個走的地方都被稀釋掉了 時隔了這麼多年 體重也少了30公斤 腳力也進步了不少 所以就覺得這條魯孤山很適合一口氣 直接衝上去 練習耐力 練習間歇 這一個很適合的短距離的坡路 那當然作為專程出來騎腳踏車而言的話 裝爬這條魯孤山是絕對不夠做癮的 再讓我查一下地圖 再往佛頭世界進發囉 這次的爬升大概就是魯孤山的兩倍了 那就繼續出發啦 GOGO 好 現在我們也抵達了佛陀世界的入口 非常非常的不顯眼啦 非常容易不小心就溜過頭啊 看到後面的這條佛陀世界的路呢 看起來小小的 不知道等一下路況怎麼樣啊 好啦 那就廢話不多說 剛剛的魯孤山騎得不夠過癮 那就來試試看這一個有兩倍的爬升的佛陀世界 那就出發啦 GOGO 好啦 其實剛剛停的岔路是對的 位置對的 只是我左右不分啦 那這條呢 是我剛剛走錯爬上去的路 正確 佛陀世界應該要往另外一邊 從這邊轉過去 從岔路轉進來一公里左右 現在開始有感覺到 路線在爬升的感覺了 現在看起來呢 坡度還是很緩的 至少現在開頭沒感覺啦 現在呢 說得不可怕 因為我沒有聲音 然後像這種有樹冠的路的話 夏天騎應該是蠻享受的 但是到了晚上騎 因為連天空都看不到 星光也看不到 所以就變得 更加的恐怖啊 好,一樣沒有花多久的時間 也到了佛多世界 我知道你們想說什麼啊 又是一片漆黑對不對 但是就跟我之前葉齊北橫說的一樣啊 葉齊爽的感覺 一定要親身感受才知道啊 吹到樹葉那個呼嘯的聲音 如果燈關起來在這邊坐個五分鐘十分鐘 如果不害怕的人 其實真的是蠻享受的一種 田徑大自然的感覺 只要親身感受過就知道了 你才會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感 以及自己的渺小啊 白天的時候一台車一台車的過去 車友一輛一輛的過 感覺就完全跟現在的這種感覺不太一樣啊 雖然拍不到風景 但是騎得很爽 其實原定計劃 應該不會有什麼怪東西跑出來的 原定計劃是想要去騎啦啦山的 只是上個假日的時候 一覺睡起來就是整個下大雨 所以今天就趁著下班的時間 那來夜騎一下自己很久沒騎的蘆菇山 還有波多次界的初體驗 兩個都還蠻適合當日常練車騎的路線的 那Google上面是寫說有抖波啦 但是我自己騎 不知道是因為東北季風的幫助下來是怎麼樣 我是覺得 很一般很普通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難的地方 就是順順的騎上去就好了 那冬天記得多帶兩件外套 兩件啊 含牛 這一包口袋最好也帶一兩包補給品 因為冬天天氣很冷 那熱量消耗的也比平常快很多 所以冬天騎車記得一定要帶濕的 反而水可以帶少一點 像我今天就是零罐水出門 到現在也沒有渴的感覺 那不知道大家聖誕節過得怎麼樣 有沒有跟女朋友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聖誕節 那也在這邊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沒意外的話 新的一集就是明年的陽性3P了 也預祝大家新的一年 大家騎車愉快 一路平安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